很多人感觉今年冬天好像下雨的日子特别多 不过事实上除了北部之外 其他地方的降雨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那么多了 水陆署今天有公布 包括了台中和马祖地区的供水吃景 如果情况再没有改善 最快在4月就会展开第一波夜间限水措施 今年以来寒流一波接一波 许多人觉得这个冬天特别冷 不过其实降雨量都不大 经济部水利署表示 今年中部和马祖地区的冬季降雨不如预期 目前蓄水情形不佳 如果降雨没有改善 最快4月就会启动第一阶段夜间限水措施 水利署表示 依目前水库蓄水状况来看 新北 桃园 新竹 高雄可以稳定供水到4月底 台北市到5月中旬 其他地区可以到5月底 而供应台中地区用水的鲤鱼潭水库 以及马祖东引地区则是相对吃紧 气象局预估未来三个月 雨量应该都是正常偏少的范围 会受到反应现象的影响 那对我们这个地方来讲 影响我们最大的太平洋高压可能会稍微偏弱 所以我们预期 温度会稍微在平因子稍微偏冷一点点 但是雨量也不会特别多 也是在平因子稍微少一点点 为了稳定供水 水利署从去年12月已经针对鲤鱼潭水库采取出水管制 从每天85万吨降到60万吨 马祖东引从今年1月起夜间停水 目前供水暂时稳定 未来也会持续关注水情变化 更希望今年的梅雨能为水库带来进账 延长供水时程 记者环如中志诚台北报导